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5月30号 我现在是在纽约长岛 向大家通报一下今天美国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 截至2020年5月30号下午1点25分 全美确诊人数179万8千170例 死亡10万4828人 那么正当现在美国的疫情相对得到一些缓解的时候 全美各地又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席卷全国的一个示威抗议活动 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 那么我综合了好几家报纸的新闻 进行了一些整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 首先我们今天的标题是 警察致飞翼男子致死 引发全美各地抗议 明尼苏达州飞翼男子弗洛伊德 遭白人警察以膝盖压制颈部致死后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引发大规模抗议 几日来这股抗议潮迅速蔓延到了全国 包括纽约亚特兰大 休斯顿以及全美多个大城市 抗议者上街游行表达对弗洛伊德死亡的愤怒 部分原本和平的游行 最后也出现几名冲突 在和平与暴力的场面中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高呼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说出他的名字 乔治弗洛伊德这些口号 他们举着 我无法呼吸 乔治的正义这样的牌子 那么这些事情呢 大家已经在各大新闻中 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事件呢 在中国也已经热传了 昨天晚上呢 我姐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说特别担心 说美国现在那么乱 不知道我们这边怎么样 首先呢 给大家报个平安 我们这边呢 还比较安全 目前为止 在我们的这个长岛地区呢 还没有发生抗议游行 但是呢 在纽约市 在曼哈顿 昨天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游行 据说 刚才得到一个朋友的消息 微信传来的一个消息 说今天在法拉盛的 就skyville 说有这个集会游行 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还假的 没有得到确切的确认 但是呢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随时都有 所以说呢 大家现在在美国的华人同胞们 出门呢 还是需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事件呢 在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抗议队伍中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我呢 综合了一下这个报道 摘取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经过 我们把这个标题叫做 8分46秒 事件的经过 涉及该事件的四名警察 佩戴的摄像机 为当日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这个事情呢 有涉及到四名警察 最后呢 治这个非一男子死亡的 是一名叫做乔文的这个警察 警察 德里克·乔文 用膝盖压制弗洛伊德的脖子 8分46秒 其中包括弗洛伊德没有反应之后的 2分53秒 现场的一名警官对弗洛伊德表示担忧 并两次询问乔文 是否应该将弗洛伊德推到他的身边 这是另外一名跟他一起执勤的警官说的 投诉称 就是对这个警察的投诉 投诉称 弗洛伊德变得迟钝后 一名警察检查了一次脉搏 并说没有脉搏了 诉状称 乔文在那之后又将膝盖保持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2分钟 该报告补充说 乔文的这种使受束缚者俯卧的束缚类型 是固有的危险 根据投诉 警官托马斯·莱恩和贾·库恩 首先到达现场 这个是两个先到现场的两名警官 发现弗洛伊德和另外两个人坐在车里 他们停在 卡普富斯的拐角处 这是一个地名 据称 弗洛伊德使用了20美元假钞 买了商品 警官 莱恩开始与弗洛伊德交谈 拔出枪指着弗洛伊德敞开的车窗 莱恩告诉弗洛伊德举手 当弗洛伊德将手放在方向盘上时 莱恩将枪支放进了皮套中 莱恩命令弗洛伊德下车 然后将他从车上拉下并戴上手铐 弗洛伊德顺从并坐在地上 莱恩问弗洛伊德是否在做什么事情 当莱恩和另外一名警官叫坤的 将弗洛伊德推入警车时 弗洛伊德倒在地上 说自己患有幽闭恐惧症 据投诉称 就在此时 乔文和警官逃他们的警车到达现场 又有两名警官到达现场 弗洛伊德不愿进入警车 而是故意摔倒而与警员搏斗 站在车外时 弗洛伊德开始说他无法呼吸 乔文试图让弗洛伊德上车 但随后又将弗洛伊德从车上拉了下来 弗洛伊德仍然戴着手铐 脸朝下摔倒在地上 文件说 坤抱着弗洛伊德的后背 莱恩抱住他的腿 乔文将膝盖放在弗洛伊德先生的头和脖子附近 弗洛伊德开始说他无法呼吸 当莱恩提出 我们应该把他滚到一边 乔文说 不 就待在我们找到他的地方 当莱恩说 他担心他受到刺激或其他问题时 乔文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他趴在肚子上 这意思可能是指让他肚子贴在地上吧 是这个意思应该 这翻译过来的 我不知道准不准确 弗洛伊德停止呼吸后 莱恩说 先把他滚到一边 坤检查了弗洛伊德的脉搏 说他没有了 该文件称 初步试检报告指出 没有发现可支持诊断为 窒息性窒息或窒息的物理发现 这表明弗洛伊德现有的健康状况 冠状动脉疾病和高血压性心脏病 并受到警方的行为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弗洛伊德的家人 对该郡的初步调查结果提出了异议 这个就是这个事件的详细的经过 好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这几天 全国新的这个抗议活动 继这个明尼苏达州 爆发了这个抗议活动之后 其他多个地方 多个城市 也都陆续的发生了抗议活动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州长布莱恩坎普 星期六早些时候宣布 已经有多达500名国民警卫队部队 部署到亚特兰大 以帮助执法部门 遏制震惊该事的暴力抗议活动 市长向抢劫和暴乱者发出恳求 他们将亚特兰大的部分地区乱成一团 告诉他们 这不是抗议 这与马丁路德金的精神不服 这很混乱 数百名示威者29号晚间 齐聚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总部外 有些民众在建筑外 喷上大型CNN标志 砸窗 烧警车 有一名示威者爬到CNN楼上 高举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样的旗帜 鼓舞群众 示威民众呼吁警方辞职 并朝警方丢出部分 已有暴力物的瓶罐 但似乎没有警察受伤 有些民众燃烧国旗 其他民众站在屋顶 隔岸观火喜笑 纽约市布鲁克林 蓝网队主场巴克莱中心外 聚集示威者高举弗洛伊德标语 警民几度爆发冲突 其间有民众朝警方扔贫贯 警察则两度朝群众喷刺激眼睛的化学喷雾 纽纽约州长葛莫29号表示 与示威者同在 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呼吁示威者对我们发怒 但称警察只是各司其职 休斯顿 由于抗议活动变得更具破坏性 周五晚上在休斯顿市中心 抗议者被投射催泪瓦斯 休斯顿记事报报道 一大批示威者分裂成暴力派系 有一些封锁了高速公路的入口 并向警察投掷物品 当他们游行到市政厅时 人群高喊 我无法呼吸和没有正义没有和平 当政府大楼附近的警车遭到破坏后 大楼外的警察开启了催泪瓦斯 据记事报报道 周五有几个人被捕 但无人受伤 活动过程中 警方逮捕了一名持步枪 试图借此激化民众的妇女 休斯顿警长阿塞维多表示 乐见民众集结 也支持明尼苏达州抗议 来自加州圣河赛的 数百名抗议者坐在高速公路上 封堵了位于圣河赛101车道的五车道 此时正好赶上晚高峰时期 据圣河赛水星新闻报道 游行者在圣河赛市政厅开始抗议 三个小时后警察用警棍殴打人们 并发射 垂雷瓦斯驱散人群 到达高速公路后 抗议者封锁了双向交通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湾区分公司报道 该小组的一些人 袭击了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用石头砸碎窗户 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星期五晚上 据水星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晚上7点 在圣塔克拉拉街附近 至少有三个垃圾箱被点燃 一些警察开始向抗议者发射橡皮子弹 抗议者用水瓶和其他垃圾回制 然后下面是来自加州 封塔纳和洛杉矶 周五在加州的封塔纳 9名抗议者被捕 示威游行投掷石头 致使包括市政厅在内的 多座建筑物受损 窗户被打破 周五晚上 整个加州南部爆发了抗议活动 据KABC电视新闻报道 在洛杉矶市中心 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对抗 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周五晚上 白宫被特勤局封锁了约一个小时 原因是围墙外的人群涌动 抗议明尼阿布利斯警察 用膝盖压制颈部 至弗洛伊德致死 根据多则新闻报道 在数百名抗议者离开 并在特朗普国际饭店旁游行之后 封锁在晚上八点半左右解除 在那里抗议者继续高喊 我无法呼吸和黑人生命很重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一名妇女在越过障碍物之后 被特勤局拘留 据世界新闻报报道 其他示威者在白宫 北草坪附近冲撞障碍物 并向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警察扔瓶子和罐头 至少有两面美国国旗被烧着 来自德州达拉斯的报道 一小群示威者从抗议人群中分裂出来 造成了严重破坏 并严重损坏了至少四辆警车 来自西雅图的报道 游行示威者高喊 黑人的生活至关重要 和乔治弗洛伊德的名字 尽管发布到推特上的视频 显示一名警察用警棍殴打一名明显的抗议者 但没有造成严重伤害的报道 来自弗吉尼亚州李施满的一则消息 据新闻媒体报道 在弗吉尼亚的李施满 一辆巡逻警车在李施满警察总部外被焚烧 市交通局发言人说 一辆巴士被纵火完全烧毁 另外 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俄罕俄州的哥伦布市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密西西比州的佩特尔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也出现示威民众与警民冲突 好 我们下面再看另一载消息 明州州长全面动员国民警卫队 明尼苏达州州长周六表示 在通宵抗议之后 他将全面动员国民警卫队 抗议说 这个已不再是乔治弗洛伊德的死 而是来自非社区人士 对民间社会的攻击 州长迪姆·沃尔兹 在早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明尼苏达州的局势 已不再与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有关 他与攻击公民社会 灌输恐惧和破坏我们的伟大举动有关 双城市市长赞同州长的说法 及多数抗议者来自明尼苏达州以外 但没有立即提供细节 明州州长沃尔兹说 他周六与国防部长和联合首长主席 以及全国各地市长进行了交谈 这是明尼苏达州历史上首次 全面动员该州的国民警卫队 沃尔兹声称抗议活动受到国内恐怖主义 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和国际不稳定因素的推动 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少将John Jackson说 根据州长的行政命令 他预计将在中午启动2500名士兵和飞行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整个警卫队将首次动员起来 Johnson说24小时前已有400名警卫被启动 好 下面一则消息 明州州长说 抗议者不是明尼阿波利斯居民 明州州长沃尔兹说 他估计有20%的抗议者来自明尼苏达州 而大约80%的抗议者来自州外 明尼阿波利斯公共安全部专员约翰·哈林顿说 该部门开始进行追踪 类似于冠状病毒的追踪 以确定抗议者是谁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哈林顿说 我们已经看到白人至上主义组织者 在平台上发布了有关来到明尼苏达州的事情 哈林顿质疑抗议者是牢房 或有组织犯罪组织的一部分 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表示 周二在该市举行的抗议活动 基本上是和平的 由明尼阿波利斯居民组织 他说 我想非常非常清楚 这样做的人不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居民 市长梅尔文·卡特在早间会议上说 周五晚上 在他的圣保罗被捕的每个人都是外州人 卡特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群不在这里的人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 好 这个世界呢 现在是在美国蔓延的越来越厉害 好多地方 居家令刚刚结束 有些地方甚至像纽约 还没有结束 又有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集会 这个本身就是一件极度可怕的事情 如果说抛开疫情 这个事情呢 本身来讲 在美国集会 游行 抗议 这都是属于是很正常的事情 和平 理性的集会 这也都属于合法的 一旦这个事情上升成暴力事件 出现了抢劫 焚烧 打杂 那么这个事态呢 可能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今天也是综合了一些新闻的消息 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的参考 在这里呢 我们不做过多的评论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通报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